悬挖钻机构成 1. 底盘 2. 便服机构 3. 违杆总成 4. 随动架 5. 动力箱总成 6. 钻杆 7. 钻锯 8. 主卷羊 9. 副卷羊 10. 提引器 旋挖钻机操作说明 1. 车辆前行 向前推动脚先倒 车辆即可前进 2. 车辆后退 向后拉动脚先倒 车辆即可后退 3. 车辆右转 向前推动左侧脚先倒 同时向后拉动右侧脚先倒 车辆即可右转 4. 车辆左转 向前推动右侧脚先倒 同时向后拉动左侧脚先倒 车辆即可左转 5. 车辆加速 踩下脚油门 车辆即可加速 手油门与脚油门作用相同 6. 控制铲子 向后拉动控制杆 铲子即可抬起 向前推动控制杆 铲子即可落下 7. 控制大臂 向后拉动控制杆 大臂即可抬起 向前推动控制杆 大臂即可落下 8. 控制尾杆 向后拉动控制杆 尾杆即可抬起 向前推动控制杆 尾杆即可下落 9. 控制尾杆 总成左右旋转 向后拉动控制杆 尾杆总成 向车体右侧旋转 向前推动控制杆 尾杆总成 向车体左侧旋转 注意 此操作为微调操作 旋转幅度小 10. 动力箱提起 向后拉动操作杆 动力箱即可提起 11. 动力箱加压 向前推动操作杆 动力箱即可下落 12. 动力头正转 向左拉动操作杆 动力头即可顺时针转动 13. 动力头反转 向右拉动操作杆 动力头即可逆时针转动 14. 动力头高低速按钮 按下动力头高低速按钮 动力头即可加快旋转 15. 钻杆下放 向前推动操作杆 钻杆即可下放 16. 钻杆提起 向后拉动操作杆 钻杆即可提起 17. 随动开关 按下随动开关 钻杆即可下放 18. 上车左回转 向左推动操作杆 上车身即可左回转 19. 上车右回转 向右推动操作杆 上车身即可右回转 20. 高低速按钮 按下高低速按钮 车辆即可切换行走速度 21. 控制副脚车 向前推动操作杆 副脚车即可下落 向后拉动操作杆 副脚车即可提起 22. 车辆出腿 上车身向左转 用钻杆将车体轻微抬起 然后向前推动操作杆 车辆即可出左腿 向后拉动操作杆 车辆即可收左腿 车辆右腿操作同理 旋滑钻机操作流程 1. 将车辆行驶至工作区域 2. 升起围杆总成至45度以上 3. 抬起大臂至50度以上 4. 将围杆总成立直 5. 安装钻头 6. 开始挖掘 在遇到强风化地质时 需要进行加压操作 将动力头提到加压扣位置 正转动力头键条 旋转至加压槽内 同时打开随动开关 或下放钻杆进行加压 注意 1. 动力箱加压行程 每次在5至10厘米之内 2. 如果加压时 不开随动开关或不放钻杆 会破坏结构部件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7. 提起钻头时 必须反转半圈以上 解开加压扣进行提杆 8. 甩土 2. 甩土 4. 甩土 4. 甩土 5. promises